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Nelly的频道 今天这又是一支购物分享的视频 然后最近买的东西呢还是有一点多 今天这一集主要是分享我想一下这些 主要就是给大家分享彩妆类的东西 我买了些什么 然后我就把它们一字排开放在这边 然后就发现还真的去有一点多 所以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底妆类的 然后是我昨天刚刚拿到的是我的 我亲爱的小伙伴 豆奶的同学呢之前去了一次日本玩耍 所以呢让他帮我在日本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第一个是一个Covermark的妆前乳 然后这个妆前乳是长这样子 我也是看其他美妆博主推荐说这个非常好用 就是保湿感 保湿的效果非常好 因为我最近就感觉上妆啊 就是皮肤的底层就自己觉得好像很干 然后当然上完妆一会儿还是不错 然后因为我时间久了还会出油 反而会好一点 就是刚上完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很干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想试一下这个新的妆前乳 会不会好用一些 第二个呢就是也是Covermark的 也是Covermark这个品牌 它是他们家的粉霜 就是日系的粉霜不是很有名吗 我就一直想买来试一下 然后一直说他们家的色号实在是太多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 然后因为我本人又去不了嘛 所以我就是让多奶同学帮我选的 我之前自己网上做了功课 我觉得应该比O00这个色号 我用应该可以吧 挖一点试一下 他们家这个底就是粉霜 真的还是蛮好推开 然后又不会觉得很薄 就是很稀薄 色号不错诶 我觉得我盲选的还不错诶 然后这个是BO00这个色号 还有一个是这个是 也是来自大名鼎鼎的CPB 他们家的这个是什么 美白隔离吧 对 对 隔离霜 也是我网上做功课 说他们家这个很好用 然后因为我在英国这边买日系的很多彩妆 都不是很方便 就是有机会正好都很通学去 我就想让他帮我多买一些回来试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CPB的一个分底液 也是网上好评率还蛮高的 哇这么小一只 好小啊 好迷你的感觉 但是价格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包装是真美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就如果效果我觉得一般的话 我应该就不太会回购了 接下来还是一个底妆产品是我自己在英国这边买的是Sukud 也是他们家的一个foundation粉底液 我就想试一下日系的这些粉底液和我现在在用的就是欧美系的这些粉底液到底哪个更适合我的皮肤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101 然后它这个就是也有带SPF30 就是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还有我喜欢Sukud 他们家这个包装 我觉得很漂亮 这个瓶子是泛一点珠光的那种感觉还是蛮美的 然后这个就是这是我自己之前在Harris买的 我还有之前买的这个Georgia Armani我已经开始用了 这个我买的不是第一款的那个系列 我买的是这个就是带这个喷嘴的 它是Smooth Thin Firming Foundation 就是Designer Lift 它这个系列就是我当时买的时候也是问那个店员 就是说因为我脸上痘印比较多 我就问他哪个遮瑕度和遮盖度更好 然后他看了我的皮肤 然后他说这个遮瑕度不错 然后呢比较水润 就相对来说他觉得我皮肤比较干吧 他觉得比较适合我 所以他就推荐了我这个 然后我的色号是3号 买的是3号 然后我就我买回来用了以后 我已经用过好多次了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也非常适合我的皮肤 它的确就是比较水润 而且啊我用那个粉底刷上的时候呢 它的遮盖力对我来说 我觉得也蛮满意的 然后它有这个配套的遮瑕 遮瑕我拿的是2号 都是店员帮我拿的 然后就是它打开是这样一个棒 然后这个遮瑕 我觉得颜色可能太浅了 的确就是 因为我粉底拿的是3号嘛 然后这个是2号 所以就是我现在只能拿它做提亮的工作比较好 遮瑕我觉得不太行 这个 然后底妆还买了一个这个 Sherl Tiberi的另一款粉底液 我之前有用过他们家Magic那个粉底液 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有买他们家这个Magic这个粉底液 上次购物分享给大家说了 我用了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是蛮好用的 所以呢 我又想试一下他们家另外一款粉底液 是不是也挺好用的 买的是这个叫做Lightwender Lightwender Under Perfect Young Boosting Perfect Skin Foundation 我又买了这个系列的粉底液 然后色号是1号 Fair 然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也是应该没有那个厚重 就那款感觉就比较厚重一点 这个应该更新稿一点 我觉得应该可以放到夏天了 一种试试 接下来的底妆是来自Tom Ford的 他们家的这两个 一个是妆前乳 对妆前乳 我买的这个是Pink Glow 这个颜色就是偏粉的一个妆前乳 因为那店员说我脸上红血丝 就是泛红嘛 我的确就是 我其实不是脸肤色泛红 我其实是就是痘印比较多 然后脸皮还比蒜比较薄 就是一热啊 在热的环境里面就容易泛红 所以他推荐我用 试一下这个粉色的这个 这个妆前乳 01号 对我就想试一下吧 因为我很少用这种有色的妆前乳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所以就先买来试一下 然后粉底液 其实是这样 我是想去买他们家那个 很有名的粉条 就是很多人夸很好用嘛 但是那粉条真的就是一直一直断货 那个颜色 就是适合我的肤色的那个颜色 就一直断货 一直买不到 然后那个店员就强力推荐我买这个 其实我本来也没想买 但是他真的很热情 然后就拿各种颜色给我试 然后就是很认真的跟我说 这个颜色还差一点 我再给你试一下那个颜色 那个颜色好像也还差一点 你再试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就反正给我试了很久 然后我好像就是搞得我不买 就不好意思那种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呢 试到最适合我的那个 没有 那个最适合我的那个颜色 没有货 我真的觉得我也蛮好心的 然后我就说算了 你就随便给我挑一个吧 最后他给我拿了这个 14号Line这个颜色 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点偏灰白这个颜色 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效果怎么样 回头我试了以后再告诉大家吧 我买的是这个系列的 粉底液 我还买了一个是 TOM4家的这个遮瑕 他们家的这个遮瑕 我就是蛮推荐的嘛 因为我用过了 你打开以后呢 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是已经是这样的 你带一个刷头的那种感觉了 就不像其他的遮瑕 你得自己涂在脸上再用刷子刷 它这个其实可以直接当刷子用 然后你也是从后面这样转转转转 然后就会有遮瑕的那个 高体液体从中间流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脸上涂 而且它这个首先 一是遮瑕效果比较好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我买的色号是01Lite 01号Lite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刷毛啊 遮起来就会觉得比较自然 就是不会感觉脸上涂了一块一块一块的那种的 因为我痘印还比较多 所以其实遮瑕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OK 这个是TOM4家的3的底妆 最后一个底妆呢 就是兰扣的这个气垫笔 这个我也是看妮妮推荐的 就是她说非常好用 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也是出门补妆嘛 用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 就买了一个来试一下 而且他们家有出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包装 限量的 电源售是限量的 然后我就选了这个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用下来呢可能是因为 打开成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我皮肤就是瑕疵比较多 就是痘印比较多 这款就气垫笔的遮瑕力啊 对我来说不够 就补妆的话就稍微补一下 其实还可以 但是你要用它来上完整个底妆 就是遮瑕力度对我来说是不够的 然后我买的颜色也是01号 颜色买的是01号 这个 然后大家应该发现我最近还是蛮沉迷于底妆这件事情的 就是我最近也是慢慢的想调理自己的身体 然后调理自己的皮肤 希望就是从根本开始让自己的皮肤变得好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觉得就是说底妆画得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底妆不好看的话 你唇膏啦眼影啦什么夹在上面 都是就是反效果你知道吗 就是你只要你底妆画得非常好的时候 非常完美的时候 其实你画不画眼影啊 你画不画唇膏都无所谓 底妆画得好 你只要就是稍微画一个眼线啊 然后涂一点润唇膏都会觉得很好看了你知道吧 然后接下来这四个都是属于脸部的产品 好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呢是这个 Charlotte Tilbury的高光和bronzer的这个 就是这个叫什么修容的这个盘子 就是这个盘 其实我也已经种草很久了这个盘 就是修容和高光这块呢我其实以前注重的比较少 就是化妆也没有那么专业吧 就是现在拍视频的话常要化妆嘛 所以讲究的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 所以也想试一下 因为很多人说这块高光和这个修容是比较适合初学者 就是入门就是不太容易化错 就是我现在用下来也觉得是这样 就是它的高光呢也不会很夸张的 就感觉你整个人闪的跟小童人一样 然后但是细看呢它的确会让你的鼻子 如果你打在鼻子上然后打在这个地方的确会让你整个人的五官显得立体一些 然后包括像这个修容也是 就是它涂起来不会一下子很重了以后就会觉得像烙腮火啊什么的 但是就是隐隐的隐约的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感觉拍特别拍照啊 感觉好像是有瘦一点 反正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满意的 所以这一盘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就是刚刚开始接触修容和高光的话呢 我会蛮推荐录一下这一盘 可以练练手慢慢来适应一下 那第二个盘子也是来自Sherlock Tilbury的 他们家的这个面部盘 之前非常非常火 跟它买不到 然后呢它最近刚刚又相当于又上市了 但是好像实体店是没有的 只能在网上订 然后我因为有订阅他们家的那个newsletter吧 它就给我发邮件了 然后我第一时间就冲去他们家的网店买了 是这个盘 我买的是就是它这次又新出了一个配色的 这个不是原来那个经典配色 我买的是新出的那个配色 原来的经典配色其实就是偏粉色 它包括像这个 就是当中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当中这两个腮红的颜色 它都是偏粉色的 然后整体的感觉会比这个再浅一点 然后因为像眼影这些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深一点的眼影 因为我眼睛其实是属于单眼皮嘛 所以就是很喜欢 就是很想能够画出那种比较深邃的眼影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比较偏向深色系 所以我选了这个新出的这个颜色的盘子 然后如果我觉得画的不错的话 我回头可以出一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腮红是来自Hourgloss的这个牌子 就是这个牌子我觉得在我印象中 最红的好像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腮红 五花肉腮红俗称 就是因为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包装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腮红感觉 就是有点像一块五花肉 对不对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是 就是在最上面 应该是色号吧 好像是没有数字耶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偏粉嘛 是比较偏粉色的一个腮红 我觉得就是粉里面带一点点紫 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冷色调的一个腮红 就是我想尝试一下这种颜色的 因为有点橘色的啊 然后粉色的 就正常粉色的那种都试过了 就是有点好奇吧 新鲜感想换一个试一下 然后还买了一个也是这次豆奶帮我 从日本带回来的CPB的一个高光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是哪一款 就是非常非常美 颜值非常非常高的一款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是11号色 这是他的包装 外面有一个绒布这样子 打开 打开 好美哦 看这个表面就已经闪得不行了 哇 这个高光真的很美 大家看到吧 然后旁边还有配一个小刷子 我买的这个就是一个偏冷色的一个高光 因为我觉得高光嘛就是还是提亮的功能会多一点 我不想在提亮的同时再加什么粉色啊 然后再加橘色啊那种 我觉得会让我的脸看起来会有点脏脏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脸上会有痘印啊什么的嘛 就是不想再有这种颜色的东西 所以我买的是这个颜色是偏冷色调的就是应该就是会有一些闪光 这样子 包装真的是美饭了 超级美的 当然它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大一盒 其实打开也就是一半在那里 接下来呢是眼部的 相对来说呢 因为我 其实我对画眼影这个东西呢 我不是这么热衷 我就是比较少 但最近有接触的多一点也还是慢慢开始越来越感兴趣了 我比较注重的还是眼线这个东西 然后我之前也有讲过我常年用的就是Bobby Brown的星云流水眼线膏 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就是好画 然后呢不孕染 然后不脱妆 就是各种好 除了用完以后每次要洗那个小刷子以外 然后我就想找眼线笔嘛 哦对 我有一支 我之前有用一支Tom Ford的眼线笔很好用 但是一个月就用完了 然后价格太高 我就没有再回购 然后我这次又想试一个Charlotte Tilbury的一个眼线笔 它是这种就是很细的这种水彩的眼线液笔吧应该是属于 然后呢画出来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细的那种 就是它可以画到很细很细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眼线笔就是我不建议新手入 它对画眼线的要求非常高 你一不小心手一抖 然后就画到外面去了 然后你就得想办法去补救它 而且它真的是干得非常快 一会儿就干了 干了以后呢它就是不会晕染的 你看它现在就已经干了 我用手去搓它都搓不开 非常好的这个眼线液笔的功能就是不会晕染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很黑的眼线液笔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就是水平不够的话 就的确不好画这个就是 下一个是SUKU的一个眼影膏 这个眼影膏呢我就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真的就是非常方便快捷 然后手残档也能画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是一个比较温柔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一点像藕色 我觉得有一点像藕色 然后它也有配一个这样的小刷子 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其实对我来说眼影膏 然后我一般都用手上 就是很方便真的很好画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盘SUKU的眼影盘 就是今年风吹的非常大的这个雪春 这一盘 但其实我当时 就是我刚刚也说了 我对眼影其实没有这么多就是想法 但这盘当时风发的太大了 因为好像是英国限定的颜色吧 就是其他地方都买不到 然后好多人找我买 然后我都说买不到买不到 然后因为要排队 然后又限购 我就懒得去弄那些嘛 但是呢 其实因为我跟那个贵姐关系还不错 因为我有在她那边买了 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些就是什么眼影膏啊 然后我买了粉底啊什么的 然后呢她就有一个客人订了 然后她最后没有去取 她可能就不要了或者什么 然后那个贵姐就给我打电话说 有一盘多出来的雪春你要不要 我当时就想说 反正就是 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这么热爱她 她到底有什么好 我就想啊好吧我就要吧 我就想我买回来我自己看一下 然后买回来到现在其实也还没有用 给大家看一下她的配色 因为这个颜色呢她属于红色系 就是我刚刚说了我比较喜欢的是 就是再深一点的颜色 她这几个颜色呢 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比较浅一点 但是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现在对画眼影也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她三个是那种雾面的 只有这个是亮片的颜色 所以这个配色 其实很多人夸她的配色很美啊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光这么看呢 我是觉得这个红色啊 画得好的话应该会蛮美的 画得不好的话会蛮像鬼的 我目前还没有试过 没有敢下手 下一个眼影盘是 是Cherryl Tilbury的 因为这个牌子是一个英国的品牌嘛 就是所以我很喜欢她们家的口红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现在一共买了 应该有八支了 所以我就是对这个牌子连带就是非常有好感 我就很想试她们家的其他产品 是不是也这么好用啊 然后我就可以成为她们家脑残粉啊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想也想试一下眼影影 然后因为Tom Ford她们家很红的那几个 什么Honeymoon啊什么DiscoDust都买不到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Cherryl Tilbury家的这一盘 比较类似的吧 金棕色系的这样子 就比较不容易出错的一个色系的 一个四色的眼影盘 对 而且也比较 而且也比较像我喜欢的那种 比较偏深色 比较有一点小烟熏的那种感觉的配色 然后这一盘也是新的Honeymoon 最后的这个眼影盘呢 就比较不像我以往的风格了 它是来自Too Faced的Pitch Palette 就是桃子盘 大家应该也见过吧 也是很红的 而且它不只名字叫桃子盘 然后配色是以桃子为这个就是灵感吧 而且它还真的是有桃子的香味 打开以后就能闻到这个真的是桃子的味道 还蛮香的 就是在化妆的时候 因为我是蛮爱吃水蜜桃的 所以我是蛮喜欢桃子的这个味道的 就是闻起来心情也会蛮好的 然后这个是整个盘的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吧 其实像这种粉色蜜桃色这种颜色 我以前用的是比较少的 像这种颜色 我比较常用的是像这种棕色 然后这个棕灰色 然后带一点金属感的这种金棕色 这种我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以前最多用的就是像这种紫红色 它这个有点像砖红色 砖红色这种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深裸色吧我觉得 然后所以它的配色 然后这边几个打底的颜色也都还蛮美的 这边几个打底的颜色 我觉得也都蛮美的 所以就买来想试一下 看看自己现在的这个程度 能不能hold住眼影盘了 就是以前最多就是从眼影膏开始入门吧 然后呢慢慢的觉得自己画一个四色眼影盘 就是可以hold住了没有问题 所以慢慢的也给大家也给自己一些挑战 就买了一个这个眼影盘想说 是不是可以画出更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眼妆 然后呢它其实也有给你一个就是tips吧 类似于 它有有一个这三个妆容的教学 眼妆的教学也不用担心 买来完全不知道如何入手 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教学在这边 你如果不会画的话就先跟着这个教学 然后可以来慢慢练手嘛 我觉得都是熟能生巧吧 化妆这件事情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指甲油 就是我这次有买两个新的指甲油 一个是都是other story这个牌子的 一个是有一点像这种橘黄 我觉得有点像日落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很美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很淡很淡的灰绿色 我觉得上手应该都还蛮美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买两个time4的指甲油 其实一般呢我是不会去买这么贵的牌子的指甲油的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指甲油其实主要就是颜色好看就可以了 其实品牌这个东西对于指甲油来说 我觉得没有这么高的要求 但这个套装呢其实是我老公圣诞送给我的 就那两天就之前几天就是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心情不太好 然后呢我老公就看到了这个 他知道我喜欢time4这个牌子嘛 然后呢他就看到了这个礼盒 然后他里面 他就觉得这个盒子其实也挺漂亮的 所以呢他就帮我买了一个礼盒的这个套装 然后呢指甲油和 两个指甲油和两个口红 颜色都是他选的 所以大家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直男的审美到底怎么样 而且他这个盒子真的也是蛮美的 他这边都是丝绒啊什么的 我其实觉得放在那边看着这边心情蛮好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指甲油 我老公给我选了两个什么颜色 他倒是还蛮会搭的 就是选了一个深色一个浅色 这个浅色呢其实有一点裸色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上手应该会蛮美的 而且应该很百搭 这个颜色没有问题 色号是A36 然后这个颜色呢我就有一点点不懂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紫色的人 但是呢他他就给我选了一个这个紫色 而且还是一个带那么一点点荧光感觉的紫色吧 我觉得应该不太好hold住 但是偶尔用一下我觉得也蛮好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紫色的人 所以我其实好像也没有紫色的指甲油 所以我老公给我选了这个我觉得也挺好 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这两个满意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这个口红的部分了 所以呢我就顺着这个汤货的加油 先把汤货的这两支口红也说了 因为也是我老公圣诞送给我的